第三個問題 我常夢到自己身體非常輕 可以飛 睡時跟靜坐時前身有軟瘤 弟子應該做什麼 你還做什麼 經常夢到自己身體輕可以飛 非常好 沒錯很好 可以的 我常常夢到自己在飛行 我自己知道自己身體很輕可以飛 我夢到自己要去餐館吃飯 餐館在八樓 我沒有坐電梯 我就坐在這個 我就站在餐館的大樓面前 餐館在八樓 我這樣站著 我就人就直接一直升上去 然後窗 那個窗子打開 我就這樣子飛進窗子裡面 然後飛到一個座位上坐下來 我就開始點餐吃飯 所有餐館裡面吃飯的人看到我飛進來 都睜他眼睛 這個人能飛 從地底下一直飛到八樓 然後到餐館去吃飯 然後到餐館去吃飯 我夢中都只有這幾天的夢而已 就是能夠這樣子飛 飛過山 飛過河 飛到淨土 都飛了 然後看到那些人像螞蟻一樣 這樣從他們的空中飛過去 哇 很爽啊 他們不能飛啊 很好 身體非常輕 可以飛 但是業障很少 他的業障已經少 已經少的現象 業障已經很少的現象 在睡的時候 以及靜坐的時候 全身有軟流 非常好 那就是著佛了 那就是著佛 你著佛已經起來了 睡覺的時候著火在身體裡面轉 靜坐的時候著火在身體裡面轉 不用做什麼 讓他自然轉動 讓他自然轉動 好 你如果 你如果覺得自己身體 哪一個地方不舒服 你意念在那個地方 多走幾遍 那個不舒服的感覺就消除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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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